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先生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建华先生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先生 请他们为大家介绍做好能源保供 确保温暖过冬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下面我们首先请连维良先生做介绍 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由衷感谢长期以来各位媒体朋友 和社会各界对能源保供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今天我和国家能源局建华同志 气象局祖强同志一起 就加强能源保供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的有关情况 向大家做介绍 下面我先介绍一些情况 去年一来 国际能源供需形势严峻复杂 能源供应持续紧张 价格大幅波动 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国内能源供应必然受到 国际能源供需变化和价格波动的影响 保供难度和压力明显增加 以习近平同志与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能源保供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加强煤电油气运调节 确保群众温暖安全过冬 国务院多次做出具体部署 明确了三个确保的工作要求 即 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确保能源安全保供 确保居民用电用气用能价格稳定 群众温暖过冬 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 会同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 布局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推动保暖保供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总的看 全国能源供应有保障 价格平稳 一是 能源增产增供取得明显成效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推动煤炭 文产保供 保暖剂 煤炭日产量 稳定在一千二百万吨以上 重分挖掘油气增产潜力 全年天然气增产超过一百亿立方米 持续提升电力供给能力 各类发电装机增加两亿千瓦以上 二是 能源储备和顶峰保供能力 显著增强 持续加强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 全国除气能力超过三百二十亿立方米 入冬前实现应除禁除 目前剩余可动用气量二百亿立方米 煤炭储备能力建设大幅提升 政府可调度煤炭储备有五千万吨 全国通调电厂存煤保持在1.75亿吨的高位 三是 民生用能保供稳价有利有效 提前落实保供资源 发电供热用煤 民生用气中长期合同实现全覆盖 合同履约和运力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推动电煤中长期合同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 居民用电严格执行政府定价 管道天然气覆盖范围内 居民用气执行门战价格政策 民生用能量租价稳 四是 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得到交好保障 共转季以来 全国日均调度发电量二百三十六点二亿千瓦时 最大日发电量二百五十五亿千瓦时 全社会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全国日均用气量十一点五亿立方米 最大日用气量十三亿立方米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入冬一来的历次寒潮天气 均得到了较好应对 全国能源供需总体平稳有序 这得益于党中央坚强领导 近年来超前谋划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得益于我国的制度优势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向结合 坚决守住民生又能底线 得益于立足国情实际 一方面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一方面发挥好煤炭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 目前离财暖季结束还有两个多月 春节期间仍有冷空气过程 后期的能源保供任务仍然繁重 我们必须慎重如实做好保供的各项工作 一是持续抓好能源增产增供 直到地方和企业组织好 节日期间的煤炭生产确保供应平稳 大力提升电力生产供应能力 保持锅内油气田安全满负荷生产 二是着力提高能源的顶峰能力 健全煤炭天然气电力多能互补的 综合应急调度机制 提升火电机组处理水平 优化水电调度 推动核电 风电 光伏发电 多发满发 重点做好顶峰发电预案 落实好顶峰发电用气和用煤资源 三是保障好重点地区能源供应 密切监测重点地区共产企业库存 强化铁路运力保障 及时开展跨省区的电力调度 确保春节等重点时段 能源安全可靠供应 四是加强进口资源组织 稳定进口天然气供应 通筹运用地下除气库 LNG除气罐等资源 确保进口气出现波动时 民生用气不受影响 稳定煤炭进口 有效补充过内供应 五是坚决守好民生用能底线 完善电力负荷管理预案 和天然气压非保民预案 指导地方加强正气联动 紧急情况下有序启动实施 加强保暖保供个案监测 和快速协调处置 确保民生用电用气不出问题 我先介绍这些情况 下面我们愿意共同回答 大家关心的问题 谢谢 谢谢伟良主任的介绍 下面我们就进入提问环节 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 所在的新闻机构 好 请大家举手提问 好 我们先这边吧 第三排 对 这位女记者 好 谢谢主持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当前国际能源形势复杂严峻 供应也是持续紧张 那么我国能源安全稳定 可靠供应是否有所保障 另外新一轮冷空气即将来袭 春节又临近 对我国居民的温暖过冬 是否也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大家非常关心 我们能源保供的整体形势 因为去年一来 全球能源供应紧张 价格大幅度上涨 所以我国能源保供的压力明显增大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 有律有序的应对措施 能源保供稳价 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刚才介绍的时候 已经讲到 我国能源安全稳定可靠供应 是有绝对保障的 之所以说有保障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具体说就是五个有 一是增产增供有空间 二是外购资源有长鞋 三是重要品种有储备 四是稳定价格有政策 五是应急保供有机制 首先是增产增供有空间 煤炭是我们的基础能源 这些年我们通过上大压小 增优态略 煤炭先进产能明显增加 电力的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现在我们全国的 各类发电装机总量 达到了26亿千瓦 油气持续地增出上产 现在我们原油产能 提升到两亿吨以上每年 天然气产能提升到 每年2200亿立方米以上 二是资源外购有长鞋 大家都很关心 不过能源供应原油天然气 有一定比例的进口 这一部分会不会受到 国际市场的更多影响 这里我们有必要给大家说明 对现货部分肯定要受到影响 但是长鞋部分就相对稳定 我们遵循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律 主要通过长鞋锁定进口资源 比方说我们的天然气 进口的天然气 大部分是通过长鞋来保障 这样可以有效地管控和防范 供需短缺和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三是重要品种有储备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能源储备能力建设 这些年大幅度的增加 对储备能力建设的投入 现在我们的天然气储备能力 已经超过320亿立方米 采软机前做到了应除进除 现在采软机已经过半 我们现在除气库仍然有可动用除气量200亿立方米 煤炭 我们现在有5000万吨左右的政府可调度储备 电厂存煤大家很关心 稳定在1.75亿吨左右的高位 可用天数达到22天 可以有效地保障调风和顶风的需要 四是稳定价格有政策 能源价格的稳定 对保障民生和经济平稳运行意义重大 煤炭的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 电煤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煤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煤电价格的传导机制逐步完善 居民用电用气严格执行政府定价 价格保持稳定 五是应急保供有机制 通筹做好煤炭天然气电力 还有成品油等各种能源品种的 互计互保 能源顶风保供能力稳步提成 需求策复合管理预案进一步完善 坚决做到非极端情形 不限电不限气 极端情况下 限电不拉闸 限气不关乏 牢牢地守好民生用能的底线 关于你讲到的近期的冷空气过程 和双阶的能源供应 冷空气过程一方面将会提升 采暖用能的需求 另一方面 如果出现雨靴冰冻天气 会影响到煤炭的生产和运输 影响到电力的输送 但是根据往年的经验 春节前后的能源总需求 将有所下降 满足因降温增加的采暖需求 有可靠的资源保障 即使极端情况下 出现超预期的居民又能需要 我们可以启动压非保民预案 确保民生用能不受人和影响 可以说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祥和过年的能源保障 是安全可靠的 那么面对这一轮冷空气过程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 积极应对 重点是做到四个保 就是保正常生产 保正常运输 保顶峰出力 保个案的快速处置 一是保正常生产 针对雨学可能导致的停产减产 指导能源企业提前制定预案 在确保安全的填启下 争取产量不减或少减 二是保正常运输 主要是指导 北方地区的发电供热企业 还有港口 做好动煤卸车工作 确保煤炭运输大通道 和关键枢纽畅通 三是保顶峰出力 加强通筹调度 增加高峰期的顶峰资源 确保极端降温情况下的 增量民生用能需求 四是保个案快速解决 加强对个案问题的监测预警 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一个不放过 及时协调解决个案问题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这边吧 第二排 这位男记者 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去年以来全球能源的价格 持续高位震荡 特别是欧洲的电价气价 大幅飙升 我国的能源大量依靠进口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 能源价格的基本稳定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能源价格的稳定呢 事关民生 事关经济的平稳运行 社会都广泛关注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 过去的一年 国际能源供需形势 复杂严峻 价格大幅上涨 我们这里有一组数据 一到十一月 去年的一到十一月 美国欧元区CPI中 能源价格同比 分别上涨了27%和38% 其中 天然气价格同比涨幅 达到了26.6%和56.5% 电力价格同比的涨幅 分别达到了12.9%和36.3% 但是与此形成 宣明对比的是 我们国家 在同样面对 国际市场冲击 同样面对极端天气考验的情况下 依靠我们的制度优势 和保供稳价的组合权 实现了能源价格 总体稳定在核里区间 我们也是去年的一到十一月 我国CPI中 居民的水电燃料价格 仅上涨了约3% 汽柴油价格涨幅 也明显地低于欧美 尤其是居民的电价气价 总体保持稳定 我们国家是能源生产大国 消费大国 也是进口大国 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 实现能源的保供稳价 特别是稳价 十分不易 过去一年的成效也实俗不易 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键是认真贯成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持续地加强 能源的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把能源的保供稳价 作为系统工程 多挫并举地推动落实 具体体现为四个着力 一是着力增加有效供应 增加供应是稳定价格的前提 大力地推动 释放先进产能 提高能源生产能力 支持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满负荷生产 增加有效供应 加强运输的协调 搞好产运需的衔接 二是着力完善价格机制 科学的定价机制是稳定价格的核心 我们创新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明确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 深化煤电上网电价的市场化改革 合理调整煤电上网电价的区间范围 坚持保障民生 居民用电严格执行政府定价 管道器覆盖范围内的居民用器 执行门战价格政策 三是着力用好中长期合同 签订中长期合同是对冲价格波动影响的重要措施 我们鼓励国内企业早签多签进口长鞋 提前锁定进口资源 全面提升国内长鞋的签约和履约率 可以说我们现在能源中长期合同 已经成为保供稳价的压仓石 四是着力发挥能源企业保供关键作用 我们各类能源企业 克服困难 努力增产增供 政府尽力帮助能源企业疏解困难 通过中长期合同控制成本 通过落实价格政策合理疏导成本 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的支持力度 有效缓解了一些企业 截断性的经营困难 为能源保供稳价创到了良好条件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第一排吧 这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新外社记者提问 本周新一轮的雨雪天气将带来大幅的降温 想请问一下 当前能源的生长保障供应的总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是否已经做好了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 谢谢 好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能源保供稳价的决策部署 我们会同有关方面提前部署 早知准备 前例以赴 做好迎风渡冬煤炭 电力 油气供应等各项工作 2022年 我们坚持优化调整煤炭机构 积极发展先进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 煤炭供给弹性显著增强 前年日经产量保持在合理水平 前例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前年煤电投产超3000万千瓦 开工超5000万千瓦 全国统调电厂成煤保持历史高位 前例推动油气增速上产 油气产量超额完成 青年行动计划的阶段性目标 原油产量重回两亿灯 天然气产量超过2200亿立方米左右 连续6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 漏洞以来 能源供应经受住了 多冷寒潮天气的考验 12月以来煤炭产量保持稳定 电煤库存保持在1.75亿灯左右 全国用电符合稳定在11亿千瓦左右 最高达到11.59亿千瓦 发电量同比增长5.8% 漏洞以来 天然气供应量超过12亿方的天数 达到了38天 地下储气库 每天储气是1.7亿立方米的 现在顶峰采集已连续20天 目前全国煤炭电力天然气消费 均在尖峰水平下有所回落 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当前财南级能源保供 在资源总量区域平衡上是有保障的 各界政府各类能源保供企业均成立了应接保供机制 为进一步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后顾之忧 畅通问题反应和处置的渠道 针对具体到哪个能源气 出现的保供 保难问题 反应后如果没有解决 或者解决不满意 可以拨打12398能源监管的线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这边吧 第二排这位女记者 好 谢谢主持人 南方都市报恩视频记者提问 近日媒体报道有煤改气地区 出现了居民天然气限购断供的这样的情况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要采取哪些措施 来保障居民的用气需求呢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对保暖保供的个案问题 高度重视 要求我们建立专门的机制 监测和及时的解决个案问题 你说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监测到以后 立即责成地方政府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那么这个问题啊 暴露出一些地方和企业 对民生用能保供稳价的措施 没有落实到位 我们讲举一反三 进一步压实能源保供的熟地责任 对民生用能不折不扣的落实保供稳价措施 这里呢我要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全国保暖剂天然气资源的总量是足够的 我们在财暖剂之前 我们在财暖剂之前 组织签订的天然气中长期合同 超出了各地预计的需求 而进入财暖剂一来 实际的消费量低于预期 因此我们现在天然气从全局看 资源总量是有保障的 因此人和地方和企业 对民生用气都不得限购减供 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 都讲严肃的追责问责 如果是优于气源合同不足 国家将通筹增供 如果是其他个性问题 有各地政府一事一役的帮助解决 总之涉及民生用能 绝对不能限购停供 这个我们为了避免这一类问题 再次发生 关键是要落实两个责任 一是熟地政府的帮扶监管和兜底保供责任 二是能源供应企业的主体责任 首先是要落实熟地政府的帮扶监管和兜底责任 地方政府要加强对经营困难的民生用能企业的针对性帮扶 必要时要通过资金补贴等方式帮助解决企业的具体困难 现在一些地方只所以出现了承燃企业限购停供天然气的问题 客观上是因为随着天然气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承燃企业的气源更加多元 在国际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 那么一些企业市场化 购气的成本过高 而且短期内难以疏导 这就出现了阶段性的经营困难 对这些问题必须远近兼顾 标本兼置 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那么当前就是要一起一侧的帮助企业纾困 地方政府要加强对能源供应企业的监管 确保企业有效的履行保供责任 对极端情况下 存在气供断供风险的 熟悉政府要及早制定预案 无条件的兜底保供 我们在供软纪之前 国家已经明确要求 各地政府对涉及民生的能源供应企业 特别是经营有困难的企业 都要派出帮扶工作组 我们将督促各地政府认真的落实到位 第二是企业要担负其能源保供的主体责任 承担民生用能供应的企业 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 强化供应性保供的使命担当 不折不扣地落实能源保供稳价的各项要求 有困难可以及时反应 但是绝不能限购停供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这边第二排这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红星新闻记者 我的问题是 我国目前已经投运了辽宁红颜河核电站 核能供暖示范项目等核能供暖项目 目前这些项目的运营状况如何 未来会进一步扩大核能供暖的比例吗 与此同时如何保证核能供暖项目的安全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是党的二十大明确做出的战略部署 是我国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优化我国能源机构 保障能源安全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载营核电 机组是五十三台 张机五千五百五十七万千瓦 发电量占比几近百分之五 已经核整再建的有二十八台 张机是三千两百七十二万千瓦 正在稳步建设中 多年来我国核电机组一直保持良好的安全记录 没有发生过影响环境和公共安全的运行事件 主要运行指标始终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核能供暖是在核电厂发电的同时 抽取部分生气作为乐源 通过换热站进行多换热 最终经四帧共乐管网输送到用户 用户与核电机组之间采取多重屏蔽隔离 只有能量产地没有借着 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城市集中供暖方式 国家南洋局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核能供暖工作 2019年山东海洋核电厂建成投运核能供暖一起工程 是我国首个核能供暖项目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021年建成海洋核能供暖二期工程 供暖面积已经超过500万平方米 实现了海洋市城区核能供暖的潜伏盖 此外 浙江的秦山 辽宁的红颜河等核电厂 也先后实现了核能供暖 到目前为止 这区项目的运行都非常安全平稳 供暖效果良好 既有替代煤炭的生态效益 受惠效益 又有降低当地热价 提升供暖质量的经济效益 民生效益 形成了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当地百姓也给予了好评 各方面的反响非常好 目前山东海洋 浙江秦山核电供暖后续工程正在建设 向更远距离 更大范围进行供暖 正在形成规模化发展局面 国家能量局积极支持核能供暖进一步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做好载营核电 核能供暖项目的经验总结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进一步推广应用 努力为北方地区清洁供暖 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这边吧 第三排这位男记者 谢谢中心社记者提问 想请问入冬以来 我国有哪些气候特征 这些气候情况会对能源保供 带来哪些挑战 然后春节期间 对气候有什么样的展望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确实入冬以来 我们国家的天气气候 呈现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 一个的话从气温来看 全国的气温总体接近气候平均 略偏低 偏低0.3度 但是气温的冷暖起伏比较大 12月份我们国家的平均气温 较常年同期 偏低了1.2度 但是从今年1月1号到目前 到昨天 我们的全国的平均气温 又较常年同期 偏高了2.3度 所以这个冷暖起伏比较大 第二个特点的话 就是这个总体的降水偏少 根据我们的统计 我们入冬以来 全国的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少了40% 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对能源供应的影响 主要是冷空气的活动 会带来低温雨雪天气 那么它从供需两个方面 对能源保供造成影响 一个方面就是冷空气的活动 带来的低温降温 会导致居民对供暖的需求增加 第二个方面 雨雪天气会导致供电设施 以及供电原材料 比如说电煤运输 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所以这样从供需两方面 确实带来一些压力 好让我们全国的 能源管理部门和气象部门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 及时的应对 然后及时的采取措施 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天气 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个问题 春节期间的天气 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国家在春节期间 北方以群道多云的天气为主 南方的阴雨天气相对多一些 但总体来说 从现在看 有三残冷空气 影响我们国家 一个就是现在正在影响 我们国家的 11号到15号 这一次影响全国 来自中东部地区的 一个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预计在15号到16号就结束 第二残冷空气 是在19号到20号会影响到我们国家 中东部地区 第三残冷空气 是在23号左右会影响我们国家 那么气象部门将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及时发布有关预警信息 为老百姓过于过安全 祥和的春节 全力以赴地做好气象保障服务 谢谢 请继续提问 第一排 这位女记者 谢谢 科技日报记者提问 在双碳目标下 我国风电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 发展势头强劲 已经成为我国多元能源供给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在冬季的能源保供工作中 新能源发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 谢谢 好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新时代的十年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的 科学指引下 我国新能源发展取得了举师矚目的成就 2022年 风电光复新增张机 在1.2亿千瓦以上 累计张机将超过7亿千瓦 带动了可再生能源 张机超过12亿千瓦 风电光复产业 已经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职业 随着风电光复发电张机规模的不断扩大 在能源保供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一是风电光复已成为我国新增张机的主体 据统计 2022年风电光复新增张机 赚全国新增张机的78% 二是风电光复发电已成为我国新增发电量的主体 2022年新增风电光复的发电量 占全国新增发电量的55%以上 三是风电光复发电保供作用越来越明显 据根据国电网公司调度数据 2022年全国大部分地区 风电光复发电平均出力 约占平时用电复合的15%左右 最高可达40% 2022年迎风度下期间 江苏 山东 浙江等光复发电张机大省 五间用电高峰期间 光复平均出力系数达到0.5% 有利了支撑的能源的安全供应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这边吧 第三排这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澎湃新闻记者提问 近期有工业企业反应面临亏损 甚至也出现了宣称要停止供暖的情况 据了解工业企业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精英压力 请问对此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你说这个问题是一个个案问题 我们经过调查了解情况数十 目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但虽然是个个案问题 但是它提示我们 要进一步进行 供暖企业的风险隐患排查 繁威杜鉴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 影响保暖保供的个案问题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他们反映供热企业 因为染料成本上升 导致经营压力加大 这确实是一个共性问题 但是呢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根据成因对证实测 但是从能源保供的焦度来讲 重点是抓好五个落实 首先是落实资源保障 民生供热企业 不论规模大小 不论所有制 全部纳入到煤炭中长期合同的覆盖范围 并严格执行中长期合同的价格政策 以此来控制燃料成本 第二是落实价格和补贴政策 对燃料成本上涨出现严重亏损的供热企业 地方政府要及时兑现承诺的资金补贴 供热纪结束后 依法依规的进行价格调整 合理的输到成本 涉及民生供热价格的调整 要严格履行法定程序 第三是落实属地的兜底保供责任 如果发生供热企业期供停供的情况 我们刚才讲到地方政府要无条件的兜底保供 第四是落实一其一策的帮扶措施 对供热企业严格落实政府帮扶责任制 派出的工作组要履之尽责 及时协调企业反映的具体困难 和问题 第五是落实个案监测和快速的处置机制 现在我们保暖保供 总量有保障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防止出现各种个案 我们讲发挥能源保供 个案协调机制的作用 还有刚才建华局长所讲到的 12398全国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热线的作用 加强雨情的监测和个案的突破 确保发生的所有个案 都有交办 有解决 有反馈 谢谢 请继续举手 还有两位记者举手提问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 先这边吧 这位女记者第一排 您好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 去年以南 国际能源的供需形势严峻复杂 能源供应持续紧张 价格也大幅波动 请问2022年以来 为了保持国内油气市场的相对稳定 国家能源局做了哪些工作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指出 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要带头保供文家 为应对俄乌冲突以来 国际能源市场的拘力波动的严禁形势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 会同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企业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于是2022年初 我们明确市场预期 阶段性合理控制 变燃器的消费增速 既防止高价LNG现货大量进口 也避免进一步加剧国际市场的动荡 为国际市场的稳定供应了中国力量 二是大力增储上产保供应 稳价格 2022年国产天然剂已实现连续六年 增产超百亿立方米 对比天然气进口需求稳中有价 天然气质接力同比提升了近三个百分点 三是强化多元腹部的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 在工业燃料等可替代领域和非尖锋发电等时段 尽可能发挥煤炭兜底作用接用气 迎风度冬天然气优先保民生保供难 积极将气用在刀刃上 市市强化中央油气企业保供稳加主力金作用 积极实施实行国产进口残鞋 和少量进口天然气的资源池综合定价 保持价格区间总体稳定 五是产工储销体系建设以来 我们昨年制定了年度项目的清单 横扎管网和储期设施等重大工程建设 五年来年金增加供应能力 每天可以增加一亿地方米 自2021年财染季开始 油气的基础设施保供能力的硬瓶颈 以基本消除 当前财染季的基础设施保供能力 也是充足的 在这样弱色的潜力条件下 可以保证总量和尖锋的保供 需要 谢谢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第三排这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能源企业普遍认为 能源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 对稳定能源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也有一些企业反映不能足额 签订中长期合同 签到的部分合同也不能宣布履约 请问新的一年这项工作将如何更好推进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 能源中长期合同 现在已经成为能源保供稳价的压仓石和稳定器 也是从我们国家过程出发 保供稳价的制度创新 中长期合同 对于稳定供需双方的预期 对于锁定资源 稳定价格 控制成本 保证供应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刚才我们记得提到一些个案问题 我们在深入研究以后 许多个案问题背后 都有中长期合同没有签约 或者是中长期合同签约严重不足的问题 所以做好能源保供工作 要更好地发挥能源中长期合同的作用 你讲到的一些企业反应 能源中长期合同签约旅约当中的一些问题 也是客观存在的 新的一年 我们将加大力度推进解决 具体说 就是两句话 一 应签必签 第二 违约必纠 首先是应签必签 能源中长期合同当中 有一部分是市场主体完全自行协商签约的 但涉及公共利益的 比方说涉及民生保供的这一部分 要在政府的指导下规范签订中长期合同 比如我们现在明确的电媒的中长期合同 还有供热用煤的中长期合同 还有居民用气的中长期合同 都要在政府的指导下 规范签订 应签进签 我们提出的目标是要叫 百分之百的全覆盖 百分之百签约 百分之百履约 现在呢 就存在有一些 小规模的供热企业 还有供气企业 对中长期合同的制度 了解不够 利用不够 有些处于特殊阶段的特殊情况 不愿意签订中长期合同 所以呢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将引导各级政府的智能部门 加强宣传解读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反映 说是签不到中长期合同 那么对于这种问题 就是企业在签约中 遇到困难的 我们各级政府的 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机制 将予以协调解决 首先是应签必签 第二是违约必究 信用制度 是我们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 那么诚信履约 是企业的基本责任 签约很重要 履约更重要 那么现在由于这个市场价格 就是给中长期合同的价格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有些企业呢 就是说就是履约做得不好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政府将加强对 所有能源中长期合同的监管 这个去年一来 就是我们电煤和供热用煤的 中长期合同 我们收到了三百多起 就是不履约或者履约不好的投诉 那么通过推动 整改 就是大部分已经得到了纠正 而且呢 我们在能源保供的中长期合同当中 特别是电煤和供热用煤的中长期合同当中 已经明确了叫欠一补三的承接约束机制 现在呢 有五起 这个不履约的案例 经过推动整改 这些企业仍然拒不整改 现在我们已经采取措施 那么推动企业 这些企业要按照欠一补三 来进行承接 并且将这些企业 纳入到严重失信企业的关注名单 所以呢我们 就是说对于 这个能源的中长期合同 就是政府引导的中长期合同 特别是涉及民生的中长期合同 我们要签约到位 还要履约到位 我们欢迎媒体的朋友们 和社会各方面加强监督 对于有补履约的线索 可以向我们反映 我们讲一个不放过的 我强调一个不放过的督促整改 谢谢 谢谢各位发布人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的参与 发布厅稍后将举行下一场新闻发布会 也欢迎大家参加 大家再见